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乘坐的军车被控制了一条急区峡整的山路 能走过去吗 能 先挖一挖 那路上经常会要去 对 再试试 除了张探毛 一起被困住的 还有北京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 新春快到了 他们要把过年的给养物资 送到位于宝格达山顶的边防哨所 在距离哨所还有两公里时 我们通过十几对变焦的摄像机镜头 已经可以看到宝格达山边防哨所 在云雾笼罩下若隐若现的身影 这让我们心中充满期待 然而官兵们告诉我们 要想真正赶到那里 却并不容易 经历过路面积蓄 车辆又一次开通起来 从边防团团部出发到现在 已经整整过去了四个多几时 虽然距离哨所越来越近 但车辆开进的速度却变得越发幻慢 对于如此艰难的行程 边防团团长刘长武并不意外 因为他们要去的哨所 是内蒙古自治区1600多公里边境上 独一无二的五罪哨所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 邵所的面貌究竟怎样 那里的官兵们又是如何工作和生活 听完刘团长介绍的这五个速度 汽车更加迫不及待的 想亲眼看看宝格达山边防哨所真面目 但车辆开进了还不到20分钟 又一次被货停了下 马铁到什么位置了 好 注意爱举 就是到达 眼看汽车无法继续前进 官兵们只能更换运输手段 动用附近的军用马匹 拖着积养物资上山 30分钟后 积养物资终于被马匹拖到了山顶 艰难的运输任务完成了 而记者对于宝格达山哨所的接触 才刚刚开始 面前的宝格达山哨所 建于1996年 是一座两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观察哨所 海拔1503米 宝格达山蒙古族语 就是神山圣山的意思 可驻守在宝格达山哨所的 这些边防官兵并不是神仙 只是普普通通的官兵 他们和任何部队里的官兵们一样 有着正常的军营生活 其实 但是流动的被子已经叠得非常整齐了 但他还是把被子的每个细小部位又整理了一番 生怕叠好的被子还不够标准 严谨是哨所官兵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这种印象在幻岗执勤的战士身上同样体现 虽然这样的幻岗动作 他们每天都要重复几遍 但每次做动作 战士们仍旧一丝不高 驻守哨所最主要的执勤任务 是观察和站岗 站岗后 战士杨志鱼首先要把观察室的窗户踏上一遍 这个窗户上是结霜了是吧 对 隔一段时间要擦一下是吧 是要不他观察不到外面 地处北纬46度高寒地区 从每年11月份到第二年2月份 宝格大山平均气温都在零下30度左右 最冷能达到零下52度 虽然哨所的窗户都用上了三层玻璃 哨所里面也安装了取暖设施 但窗户还是会出现结霜现象 因而每隔几分钟 执勤的战士都要擦拭一遍窗户 一遍观察 即使这样枯燥的任务 战士们也从来不会有任何气愿 工作上绝对严谨 在生活方面 哨所官兵则表现得很是乐观 诶 这是去哪儿呢 喝点血水去 喝点血 发血水 发血水干嘛呀 发血水洗漱 洗漱啊 洗漱是用血水啊 对 管用吗 管用呢 血水还没用呢 为什么哨所的用水会如此紧张 需要化血水来洗漱呢 宝格大山的地下水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元素 因而官兵们的生活用水都是从宝格大山以外送到山顶哨所的 时下正值严冬 即使包着厚厚保暖材料的水管 也不时会被冻裂 水车更常常因为水龙头结冰而无法放出水管 这种情况下 位于宝格大山顶的哨所 用水更是难上加难 因而 一年当中有近半年时间 哨所官兵都要采用化血水的方式来洗漱 以确保饮用水的储备 对于这样的困难 韩镇并不在意 而对于今天早上 自己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他却十分看重 那就是他是中蒙边境的1303号界碑 1303号界碑距离哨所仅有30米远 这也让宝格大山哨所成了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线上 距离边界最近的一个哨所 我们天天守护的就是他 戒碑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每天工作之余 韩镇都要来这里照看一下戒碑 今天戒碑上的血其实并不脱 但韩镇擦拭起来还是特别认真的 尤其是对于戒碑上的中国两个字 他专门脱下厚厚的手套轻轻擦拭着 在韩镇心目中 这是最为神圣的两个字 现在天不好 你等天好了 你从我们上头往下看 我一上来那种心情就是大好和善的 看着真远真漂亮 在这站岗不摆站 不后我一点不后悔 真的 真的 那么辛苦啊 辛苦 那天靠化学水洗漱 辛苦都不是事 那讲话为国家处理的就是 熟了 没事 这样擦干净 不到半分钟 韩镇裸露的手已经被冻得发红 可他仍然坚持要把戒碑上的每一个字都擦得干干净净 擦完戒碑 韩镇要把渠道的雪放在锅炉房加热化成水 半个小时后 官兵们才能开始洗漱 稍后水不容易 这点水能洗干净吗 能了 水是少 有点十足 事实上 雪水化了之后并不像普通的自来水那样干净 官兵们洗完脸后 盆里的水更显得浑浊 每天洗完脸之后就感觉清二凉 在这儿 每天洗完之后 哎呀 没事了 没事了 多舒服 你也洗洗 我习惯了 家庭条件不错的韩镇当兵已经第二年了 如今的他早已没有了刚到这里时的种种不适应 在这个荒芜人烟几乎孤岛般的哨所里 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而接下来韩镇的脸上更是笑开了花 喂 喂妈妈 哎呀 看到吗 原来春节之前 连里特别批准 可以把战士家人打来的电话 从连部转到哨所 这时韩镇的母亲正好打来了电话 当兵一年多时间以来 他都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新冲来临之际 能够在哨所上听到亲人的声音 让韩镇倍感兴趣 这不是连快春节了吗 给你拜个年 祝我爸我妈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虽然心里有好多话想说给父母听 但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 韩镇还是尽快放下了电话 韩镇的言语中处处透露着助手边关军人的一份责任 而他告诉我们 在一线边防连队 最艰苦的还不是助手哨所 而是在严重时节进行边境巡逻 那么在这样的严寒条件下 最艰苦的边境巡逻又会怎样进行呢 这一天 在宝克达山哨所所属的边防三连连部 官兵们即将出发 执行边境巡逻的任务 严冻季节 许多边境地段积雪很深 车辆无法通行 巡逻任务大多要靠骑马来完成 然而今天正是寒流袭来 气温降至零下四十度 官兵们背马的时候 军马仿佛也不太情愿 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外出 战时唐宫伟连续几次 都没能给175号军马带上红袍 过来 不听你话呢 相比于长红尾 战士杜彬彬被马的过程 就顺利的多 这让他很是得意 选好自己的坐起 十分重要 同时对于装具的穿戴 也不能有丝毫大意 宝格大山 每年只有三个月的五双期 巡逻任务 大多是在冰天雪地里进行 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冻伤 今天的边境巡逻 是由副连长霍宗宝带队 他是一名 有着八年军迷的边防老兵 对于严寒环境下 执行任务有个丰富的经验 战士们上马之后 霍宗宝紧接着又下达了第二个考定 霍宗宝的这个考定 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好奇 在普通步兵队列里 做出向右看齐的动作并不困难 而骑上马的战士们 如何向右看齐呢 在霍宗宝下达了命令后 除了队列右边的第一匹马 其他军马先后在原地转起圈来 没过多久 军马队列果然整齐了起来 原来战士们骑上马后 向右看齐的方式 就是指挥军马在原地转圈的同时 调整好队地 在宝克大山驻守的边防三连官兵 除了一般的步兵训练 骑马也是他们必须掌握的技术 从这次的队列调整的效果来看 他们驾驭马匹的技术 已经十分熟练 然而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杜彬彬所骑的113号军马 独自托着马队跑了回去 刚才还让杜彬彬为之得意的这匹军马 为什么突然不听话呢 刚才怎么了 刚才他那个马刚开始 他那个那边有马 然后他不想出卷 不想出卷 所以跑回去了是吧 对 不听话 这会好了吗 好了 怎么把它弄好呢 然后追他温了点 现在下马 然后把它牵出去就没事了 只要吃了这个大南村里边 这没事吧 原来133号军马 看到留在马圈中的其他马匹 才做出了令人意外的挑战 杜彬彬 则以他对这匹军马的了解 及时解决了问题 对于边防三连官兵来说 除了良好的军马驾驭技术 对于不同马匹 性格脾气的掌握 也是他们的必修课 今天官兵们要执行的 是在连队管辖的边境地带 进行巡逻任务 根据规定 沿中蒙边境县中方一侧 两公里宽的地带 都是不允许普通人进入的进去 也是官兵们执行巡逻任务的范围 我们的主要认为观察一下 我方这边的 有没有新的地象 有没有非法狩猎的 有没有非法偷渡的人 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边防设施情况 看看设施有没有损坏的 如有损坏的 我们要及时上报 进行修缮和加固 巡逻刚开始 进行的还算顺度 但没过多久 官兵们巡逻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宝阁大山 北林蒙古草原 冬季从北方来的寒流 能够毫无阻挡地进入这里 最高风力甚至可以超过十几 而今天的风力也超过了六几 急速的风力会让人感觉 加倍差 军马的脸上身上 都是片片血缓 官兵嘴里呼出的热气 也马上会在防寒面罩 和棉帽上接起藏藏的霜 而他们的脚 更是已经动得麻木 只好不时地 下马活动腿脚 以防冻伤 随着时间推移 前方的积雪变得越来越厚 已经能够埋到马的膝盖 这匹带队的头马 走到这里 不敢再继续前行 接下来的另一匹马 同样在这里掉头而回 这种情况下 官兵们只好牵着军马 在雪中继续跋涩 可对于这样情形的雪地巡逻 霍松堡却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 雪太深了 对 过去有现在很深情况吗 对 以前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 那一回我骑着马走 马吊进雪堆里找不着了都 我站在雪上了 那雪很深了 那马有那么高呢 对啊 那怎么办后来 后来给他撑出来的挖雪 给撑出来的 虽然巡逻路上困难重重 但巡逻过程中 每一项细小的任务 官兵们仍然要细心完成 边境五小时 这是边防官兵 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给那个团体发行机 我们到1326号结交 巡逻现在已经基本的到达位置 告诉他们一路上 我们未发现异常情况 好 喝点水吧 冷吧 喝点热水 然而 想要喝一口热水的愿望 并不容易实现 官兵们携带的保温壶的壶盖 被冻住了 等点开不 不开了 在怀里屋一会儿就差不多了 人喝完了水后 也要帮助马补充水分 一路上 有的军马已经在开始吃雪 这说明军马的身体也消耗极大 而附近最佳的水源地 就是山中温泉 这是个暖泉 流的水 现在 就是说马可能在这儿印水 中午十分 风终于停了下来 气温也开始渐渐回升 经过四个小时的连续行军 官兵们到达了巡逻的终点 任务顺利完成 在历经了严寒中的艰难跋涉后 官兵们终于可以吃一口热饭了 此刻他们的心情格外轻松 笑容也特别灿烂 对于边防官兵来说 每天顺利完成任务 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而在我们看来 异常困难的巡逻过程 对于驻守宝格搭山的 边防三连官兵来说 却根本算不上什么 因为这样的任务 几乎每天他们都在默默进行 新春的脚步日益临近 记者对宝格搭山的探访 也将告一套 我们知道 当春节到来 万家团圆的时候 有这样一群年轻的边防官兵 正顽强地驻守在 风雪边关哨所中 新兵李采慧 是入伍不到一年的大学生 老兵孙文刚 是当兵五年的班长 在深入敌后 执行侦查任务的过程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新兵不用给老兵制造麻烦 老兵又怎么发现了新兵的悠长 携手并进 毕竟艰险的战斗任务 最终又能否完成 军事机使进入 这期播出战场两兄弟